在9月28号这一天会有两场路跑同步登场 包括了洒太白粉 晋级的太白粉 路跑 还有彩色路跑Color Run 那么现在相关周边商机非常的热 有网络社群团体甚至请了正妹要教大家搞怪拍照 有穿超人装的或者是打扮成花蝴蝶的 那么都希望能够让这个路跑的民众可以在画面当中脱颖而出 对着镜头三连拍正妹边跑边装可爱 全都是为了参加彩色路跑就准备 不过如果在路跑粉末满天飞 要怎么拍张美美的照片 彩色路跑如果脸上的都是彩色粉末可以怎么办呢 其实要拍出一个美美的照片也是很简单 就是你拿出你的iPhone以45度角露出你的甜美笑容 一张可爱照片就出炉了 除了45度角之外在粉末飞扬时 眼睛睁不开没关系 仅排装可爱也能过关 还有还有表情夸张张显出更欢乐气氛 拍出照片更有张力 比较夸张的就是颜色 然后或是就是一些装饰 或是做比较大的动作 对然后让他可以注意到我 此外如果想抓住摄影师的眼睛 当然给西装扮要够吸睛 像是穿上超人红色披肩随风飞扬 真的有够Superman或是戴上蝴蝶翅膀 想象自己是只滑蝴蝶 从超人装蝴蝶装再到史瑞克老婆Fiona的装扮 还有装可爱风格 马上就从一群入跑素人里脱颖而出 真的很杀摄影师的底片 无论是彩色粉太白粉 跑得太开心 但就怕拍得太开心 手机相机都被粉末弄脏 这时候如果可以用专业的保护手机套 当然最好 但如果想省钱 可以这样用保鲜膜 塑胶羽衣套包起来 防止粉末把3C产品不小心蓝色 光是9月28号就包括晋级的太白粉 还有Colorone两场路跑 不只运动产业也跟着发烧 从特殊路跑拍照技巧角度到 怎么保护手机相机 通通都成为路跑迷的新话题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